12月10号晚 阎王苏洪雷在网上po出了一张漫画图 并at罗志祥女友周杨青 照片里戴着墨镜 po向苏洪雷的男人 牵着一个小女孩 而小女孩则对着 长得神似罗志祥的男生喊着妈 所以苏洪雷 你只是在搞事情啊 还大方at周杨青 又在跟罗志祥正派女友抢小猪了吗 随后周杨青也毫不示弱地转发微博 并留言at苏洪雷老婆 条开写道 嫂子 其实我真的是没什么所谓 这事您看着办吧 由于一起参加某档综艺节目 苏洪雷与罗志祥 成为了关系超好的朋友 苏三岁也经常在网上 与罗志祥互黑互动 前不久po出与罗志祥的孩子合成照 都是引得一票网友笑喷在电脑前 而小猪公开承认 恋爱周杨青之后 苏三岁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正牌女友 在微博上经常at周杨青 并促意大发公开挑戏 对于此番苏洪雷再度搞事情 本子宝宝也是集体调侃 小三竟然公然挑人正事 周杨青提到来的路上 芒果老新闻 想说爱吃小入宿的阎王 简直不能更可爱了 报道